台美官員一字排開 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跟衛福部長陳時中站中間 雙雙拿起台美一位合作了解備忘錄 這一幕是台美關係重要的歷史時刻 因為這份文件不僅是攸關台美衛生部門業務 而首度簽署的備忘錄 阿扎爾的見證更是1979年以來 最高級別的美方訪台官員 我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 早在去年世界衛生大會期間 他利用機會向美方提出簽署備忘錄的構想 經過各方一年來的努力 終於看到突破性的成果 藥物濫用等領域 便藉由辦理合作計畫 人員交流訓練互訪 建立聯繫窗口及研討會等方式 執行相關實質的合作 以增進台美人民的健康福祉 並共同促進亞太區域乃至全球的衛生安全 我們也將JSMU展開台美關係新的一頁 阿扎爾則表示 台灣不只運用科學 也透過民主開放的台灣模式 成功做好防疫 如今雙邊簽署備忘錄 更能深化過去二十多年來的合作關係 不只MOU 台美衛生部長也加碼簽署 攸關雙邊一位合作的部長聲明一項書 為台美關係寫下真朋友 真進展的歷史註解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鄭祥雲 蕭兆萍 採訪報導